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让我检查一下 在安全财务管理等等方面 有没有什么漏洞 不对劲啊 是不是 被他发现了什么 袁长回了广州 不能马上向他抱抱情况 我暂时 只能走一步 看一步了 妈妈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个医院 医养院 就是 我就不进去了吧 我怕春晓看见我会不高兴 再说你们俩谈那件事情 我再也有点尴尬 从长径那么远的地方都过来了 我都到了门口了 再说了 你跟春晓也好久没见面了 你就不想看看你的老朋友 其实我还真的挺想他的 走吧 走 走 孟苏 春晓 真的是你 太好了 我没想到你会来 潘医生 好久不见了 来 先生 别来无恙 春晓 真的很想你 我也想你 叫阿姨 阿姨 阿姨抱抱你好不好 嗯 真乖 走 我带你们去告诉我 嗯 走 我带你们去告诉我 走 这两年我和春晓就在做这件事情 这里本来是一片荒岛 我们把他租赁了下来 造了这座医院院 我想造一座即医疗康复医体的综合医院 现在在广州 那些著名的医院 武博纪 柔纪都是外国人的办公 我就不相信 我们中国人做不好的医院 潘先生 不仅有自强自立的爱国精神 而且勇于实践身体力行 秋迟身表钦佩 哪里哪里 蓝先生过奖了 这里的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 都是我和春晓亲自设计的 一点点打造出来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从小娇生惯有的他 居然什么活都能干 经常是大太阳底下 一身泥一身水 令我不禁感动 而且对他也有新的意识 是 春晓大革命的时候 就风风火火的 从不娇气 这也说是新世纪 女性的榜样 你们就别夸我了 我这不是 没法像孟苏和秋实一样 同身到大革命中 所以才找点事做 免得精神空虚 春晓 虽然你的人生方向改变了 但你还是你 你是在做善事 我们大家都为你骄傲 今天叫你来 是想说一下 我们那个有名无师的婚约 卖先生 卖先生 既然春晓这么说了 那我们就直接了当你了 好 我也知道 你能婚约是假的 我也非常理解 当时你们的处境 我也全力帮助过你了 潘先生 身名大义 我们一直没有忘记 并且深怀感激 感激到股庸 我现在和春晓已经相爱了 所以 也非常希望 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 春晓 是这个意思吧 对 虽然你们这个结婚是假的 但是这个婚约 白纸黑字地 在报纸上登过 所以呢 这个程序 必须得履行一下 我的意思 在我跟春晓结婚之前 你们把这个婚约 公开地解除一下 当然 这次本来就是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而来 回答得这么干脆 难道 我就没有一点值得你留恋吗 好了 我开玩笑的 都这么多年了 你的心思在谁身上 我又不是不知道 你今天还带了孟苏来 是不是 就想赶紧把我们的婚约解除 好让你们救孟重圆啊 春晓 你别瞎说 孟苏 我们去那边聊聊 孟苏 孟苏 我知道你一定有话想问我 你想说 我过去那么执着 怎么现在就想通了 愿意放弃秋实了 是不是因为找到了潘卓南啊 我跟你说一句话 你发誓 是 这辈子都不告诉任何人 嗯 我跟周南之间确实有感情 但是在他身上 我却永远都找不到 对秋实的那种感觉 我们之间更像是一种亲情 是一种温暖 踏实的感觉 可是跟秋实 让我刻骨铭心 也许你不该放弃 过了那么多年 我终于想明白了 秋实需要的不是我 而是像你这样的人 你才是最适合他的 你知道的 我爱秋实的热情 可能比你所有的热情都要多 可是他需要的那种 精神和意志上的东西 我给不了 我所需要的 他也一样做不到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痛苦 可我的这种痛苦 是真实存在的 卓南不一样 他很宽厚 他能够理解包容我的一切 在他带给我的 生活里 我能够平和安稳地过下去 也许这就是幸福吧 所以这是我答应 嫁给他的第一个原因 那还有第二个原因呢 因为你 经过了这么多风风雨雨 你跟秋实是怎么走过来的 你们俩彼此之间 对对方的感情是怎么样的 也许只有我是最清楚最了解的 而且 我也觉得只有你能够配得上秋实 所以我决定 把他还给你 春香 我们永远是最好的姐妹 我们永远是最好的姐妹 陈贵和欧大梅还好吗 都挺好的 对了潘医生 洪济医院 为什么停办了 自从欧大梅和孟肃被救了之后 均紧就盯上了我们医院 从我到医生 病人 上上下下都查了个遍 吓得病人不再改了医院了 洪济医院的生意一落千丈 后来实在维持不下去了 干脆就关了 都是我们连累了你 您别这么说 其实我应该感谢你们才是 冒素 你还记得 徐志摸的那首诗吗 你要真镇定 虚向狂风暴雨的底里求去 你要真和谐 虚向混沌的底里求去 你要真平安 虚向大变乱大革命的底里求去 你要真幸福 虚向痛苦里长去 一想起这首诗 一想起我们的组织 我就特别难过 特别自责 在组织的问题上 我知道你和邱石 还有其他的同志 虽然嘴上不说 但是大心低力都瞧不起我 没有人瞧不起你 大革命失败以后 很多人都拖了党 选择了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生道路 甚至有的人助纣为虐 与革命为敌 但是你没有 你不仅没有背叛革命 你还一直为组织保守着秘密 这点大家都清楚 春啸 没有人会怪你 大家都理解你的选择 赛宝世马 胭脂非腐 如果宏记医院不关的话 怎么会有这座医养院呢 我们在这里不但行医 而且穿过科学精神 推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在广州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同 更重要的是 在创办秘养院的过程中 我和陈晓有了更深的认识 从相知到相爱 到决定共度一生 也算是我们人生一大收获吧 潘先生 春啸是个好女孩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当初 是我带着你们走上街头 走进革命的大洪流 可如今我却退却了 虽然我现在的生活过得很安逸 也很平稳 但是每当想起 当初跟我一起出生入死的同学 同志 战友 我就特别痛苦 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大家 我特别没有脸来见到你们 不要折磨自己 春啸 虽然我没有你懂得多 但是我觉得只要是冲于你真心的选择 你走的路就没有错 还记得那时候你怎么开导我吗 女人 首先要为自己活着 我那时候就特别愿意跟在你后面 什么都愿意听你的 可是这几年 我们各自过着各自的生活 都改变了许多 其实我还挺有点不习惯的 但是我反复在考虑一个问题 我渐渐地想明白了 不管当初我们是出于什么动机 去参加革命 但是说到底我们革命的目的 是为了争取自由地 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 只要你的意愿是真实的 不违背良心地又有益于他人 那么每个人都有权利 去选择自己的生活 既然你选择了 你就不应该去后悔 我作为你真正的朋友 只要你幸福 我为你高兴 公苏 我想不到 你现在变得这么成熟 这么稳重 我想了几年都想不明白的问题 你几句话就给我说明白了 真说明白了 那好 我问你 婚礼什么时候举行了 十三号 我们跟袁昌一起办 对了 你知道 袁昌跟谁结婚了吗 潘如梅 我在报纸的启示上看到了 不过说来也挺突然的 你说他们俩怎么就好上了呢 好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你这几年 跟广州也失去人联系 不知道也正常 他娶了如梅也挺好的 这一下 总算有人能收拾他 只可惜 你们现在和袁昌是死对头 要不然 我真想邀请你们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这样老同学 老朋友 又能聚在一起 多好 秋实确实是要参加圆昌的婚礼 真的 你们一起办 正好秋实也能参加你的婚礼了 春夏 秋实 有件事我想请你帮个忙 你说 想见见你的父亲 见我父亲 这次我来 一是参加你的婚礼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要打通从香港到苏区的物资运输线 一定要找一家新的过的商家 想来想去你父亲是最合适 我觉得这事恐怕不大方便 因为一来 我爸爸现在年龄大了 精神也不如从前 二来 他以前就反对我跟你们闹革命搞运动的 我觉得这 他恐怕不会承担这个风险 你说得我都明白 但我还是想见您的 当面跟他聊聊 好 谢谢 爸 墨洋先生 麦先生 来 请坐请坐 给麦先生倒点水吧 好的 包园先生 您现在看上去 恢复得差不多了 还行 还行 我们家现在有卓南这个私人医生 我爸的身体当然好吗 是啊 当年给你们家添了那么多的麻烦 每当想起 秋实都于心不安 都是过去的事了 就不用再提了 你现在忙于你的事业 我们春晓也回归家庭 很快就和卓南组织新的家庭 这也得感谢你的成全哪 感谢欧阳先生 宽容和理解 谢谢 麦先生今天找我 一定有什么事吧 那我就直说了 欧阳先生 现在在江西 有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首都在瑞金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 苏区的物资齐全 所以我们中央采办处 希望跟您建立一个长期的 稳定的合作关系 都是为了满足根据地的军民 日益扩大的需求 是 爸 现在苏区最缺的就是粮食和药品 求时希望我们能帮帮他们 您看 这个生意可以做 您答应了 现在是战乱年代 社会非常动荡 说实话生意非常不好做 卖先生说的那个国中之国我知道 听说倒是生机婆婆 方方面面的物资 岂缺啊 从生意的角度来说 这是一笔送上门来的好买卖 是属天赐良资 有钱怎么能不赚呢 你看看现在的国民政府 乌烟瘴气 贪腐称风 完全违背了孙先生当年的利益之本 倒是你们共产党啊 像是一股清流 看来中华民族的期望 就在你们身上了 我是个生意人 富贵显中求 做生意呢还有不冒点风险的道理 你说的吗 先生 欧阳先生 您真是气度不凡 来 请尝 Getting out 好 今天我刚刚闲在庭 punch 你把朋友问 After you think 我知道我也是 мной 真是没想到他们会一起结婚 NING 好 事情 国徊 您可问 importantly 的是像这是锦园的 这样也好 由春晓和潘卓南 去参加婚礼就安全了 秋实 你真的打算公开露面 为了完成任务 我想来想去这是最好的一招 险中求胜 可是这次任务 你一点信息都没有透露给我 我都不知道自己需要做些什么 你要是觉得不该说 那就别说了 该说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你要做的啊 就是好好会会朋友 见见老同学 带着小远 在广州好好玩玩 老苏 不许多 秋晨 我们先聊 我去给你们买点吃的 都安排好了吗 都安排好了 一切都很顺利吗 目前来讲都很顺利 咱们明天就去给原参谋长 等门到夕 咱们快去 来 都是老朋友啊 远兄 我可要挑你的理由 这么大的日子 都没提前打个招呼 我还是碰巧在报纸上 看到了诸位的喜剧 特意让兄弟们 已经强行带来了一批山魂 也要表心意 不成心 真的没想到 麦先生会来参加我们的婚 怎么办 不欢迎吗 欢迎 请都还请不来呢 怎能不欢迎 四一五一别也很多年了 想不到迈兄 还是依然没病 这些年 得多感谢蒋伟人员 一路追剿 让我们在崇山峻岭中间 练就了一副好腿脚 你看看我 是不是比原来老了 但身体越来越好 这么多年没见麦兄 你还是依然如此优渥 今天晚上 我们兄弟俩要多喝几个 以醉方休 无醉不归 好 好 那我这些礼物 麦兄 来就来还要带礼物 那我就收下了 里边请 请 走吧 怎么了 我问你 这伙人出现在这儿了 你事先知不知道 知道啊 那你为什么不通知我 你让我很被动 你知道吗 本来我是想告诉你的 后来一直在忙活里的事 我就忘了 反正呢 卖秋实是我的朋友 是我请来的贵客 你告诉你的那些手下 今天在这儿 谁都不准动他一根毫毛 你什么意思啊 你又想让我像在私要我那天 寻思放雨啊 我告诉你 他们的人情 我已经还够了 我不管 反正今天是我跟卓南的大喜日子 来了很多长辈亲朋 社会贤达 你要是感动粗 坏了今天的大喜日子 败了大家的兴致 从今天开始 你这辈子都不吉利 我和卓南这一辈子都不原来 自己留',你 你不一根 86 好 给你 世界墙 我要返了不是 但是你还给你 看你的 结果 他们可以 逊 给我死死定着 麦秋实那一会儿 在发现证据之前 不要声张 一定要保命 不要搞得鸡飞狗跳 缴了今天的喜宴 一旦有新的发现 第一时间向我报告 明白 去吧 秋实 你觉得元成 会不会把我们抓起来 应该不会 他这个人一生谨慎 咱们刚才给他了 一个下马威了 他应该不会知道 咱们这么做的意图 是什么 你放松点 涂败元 怎么了 我说那个姓麦的 这个胆子怎么那么大 他怎么就敢出现在这儿 我觉得这背后 一定有选机 我这不是在考虑 这个问题吗 我认为应该 马上下令逮捕他们 我刚才一直也在犹豫 要不要在这儿抓人 但是我现在想清楚了 麦秋实这伙人 暂时不能抓 这可是送上门来 送到嘴边这肥肉啊 我知道 你曾经和那个姓麦的是好朋友 但是在我的印象里 你一直是刚直不阿 不徇私勤的呀 这跟徇私勤没有关系 我有我的考虑 你想想 麦秋实经常出入 欧达明的人大药房 咱们要抓他不是难事 没有必要非得在这儿下手 如果今天抓了麦秋实 一定会打草惊慎 共产党会切断所有的线索 咱们之前所做的一切 都会前功尽弃 如果不能破获整条交通线 只是抓一个麦秋实的话 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 因为我太了解他了 我们从他的嘴里 得不到任何想要的东西 得到这个人 和得到一具尸体 没有什么区别 那你的意思是 放虎归山 为了破获整条交通线 为了整体的利益 我觉得这么做 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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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福气 去资料 来 什么 莫非 你说的这些全是真的 属下之言具具为真 岂甘有加 还料得翻了天了 张参谋 去把部队给我调过来 把这儿围起来 让共党分子跑喽 是 去去去 去把这个兔崽子给我交来 这才来接我 是 司令 您找我 这儿 阳长 你胆子实在是太大了 竟然纵容共党要贩 打压打败的 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灯堂入室 推背换战 争风忽悠 我看 我看你的脑袋是有毛病了 阳长 你脑袋 是不是真的被共党吃花了 司令 我就问您一句话 您是要卖秋实一个人 还是要共产党的整条交通线 我不听你说这些 你的意思莫非都告诉我了 我什么都不管 就一条 不能让装上门来的共党头子 白白地跑了 如果这件事情被蒋肖上市 他饶不了我 当然 阳长啊 我也饶不了你 司令 我不是要放走共党头子 我是要把共产党的交通线 和所有的共党分红一网打击 而且马上就要收网了 这一收网不是一两条鱼 只将整个鱼池的水都抽干 司令 我马上就要成功了 您再给我一点时间 这次不是一定点的成功 是要闹出大的动静 阳长啊 阳长 我是白派栽培的你这么多年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立令之婚 为了一己私利 想要处迷好大喜功 你怎么什么都敢干哪 我命令你 立刻把这儿的共党分子 给我抓起来 抓了他们 拿出罗伯 带出泥 这样可以破坏他们的交通线 司令 我完全处以贡献 不考虑丝毫的个人得失 苍天可见 你要是不相信 可以枪毙我 我愿意用死 来证明我的重伤 努力 快点 给我围下 死灵 死灵 你还是让这些兵都撤出去吧 要不然咱们真的是 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 算我求您了 怎么 什么叫抓了这儿的工党 叫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 死灵 你不了解这些人 我跟他们打了很多年的交道 我研究他们 他们也研究我 我敢肯定 如果今天抓了这伙人 我们不但得不到更多的情报 反而会引起他们的警觉 共产党的交通局 会立刻调整部署 新的交通网络 又会重新地运转起来 医生 司灵 咱们离最后的成功 就差几步 如果这么好的机会措施的话 咱们会遗憾终胜 而且遗憾事小 要是将来尚风之岛的怪罪下来 又该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 如果 你今天放走了麦秋实 竟然又没能如你所愿 破获交通鞋 怎么办 学生愿受军阀处置 到那个时候 您再强逼我 学生绝无怨言 说什么 说什么 墙壁呀 院长 你看看 你今天是新浪过这儿的主角 去吧 去吧 陪你的新娘子 不再纠缠这些事情 你要不去 这 这个婚礼一事无法开始啊 谢谢曲思念 毕竟成员 前警 赢队成员 伐 retract 毕竟在 每ensing 好好 Bei 中文字幕——YK 外兄 照顾不正好 外兄 咱们这么多年没见 看着这个机会喝一杯 为了青春似火的昆亚女士 意气风发的黄埔军校 还有威武雄壮的东征和北伐 东征北伐 外兄 就冲你这些话 让我忽然回到了 那个壮怀激烈的思路 即便是为了过去 这杯酒我也要喝下去 好 干杯 如梅 我早就说过 你们卖先生 别看上你是个闻人 爽快起来比谁都男人 我再敬你一杯 来 喝 老师哥 为什么呢 为了你们昆亚女士 好 春晓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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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酒还没喝完呢 咱们再喝一杯 叙叙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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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该回了 是啊 秋实 你们这大老远来的 赶紧回客栈休息吧 这酒还没喝完呢 怎么走呢 我还有很多话 要跟麦兄说的 表哥 你看这天气也不早了 客人也都走了 让麦秋实 咱们回去吧 秋实 走吧 нал store 做法 开门 吃得意 是 看来元凶是意犹未尽啊 好 我舍命 陪君子 好 回来了 怎么就你们俩回来了 秋实呢 元昌把秋实给扣住了 元昌 把秋实给扣住了 孟苏 你别着急 元昌要想抓秋实 不会这么麻烦 我看他留下秋实 更像是要叙旧 好像有什么话 要跟秋实说 元昌找秋实 能有什么话说呢 这两个人 在搞什么呢 以我对元昌的了解 他要是想抓秋实 不会绕这么大的圈子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内情 明天一早 我去元昌家看看就明白了 好 好 元昌 请 谢谢 谢谢 元昌请我到家里来 应该是醉崩之意 不在酒吧 元昌 没什么 我只是想跟你单独聊一聊 好 那就聊聊吧 在这儿聊 总比在你的审讯室里 面对那些刑剧聊 舒服多了 你凭什么觉得 你出现在我的婚礼上 我不会抓你呢 因为我太了解你了 你不是想抓我 麦秋实一个人 你是要破坏 越东地区整个的地下交通线 对 看来我的志己 非卖凶魔术 对 咱们明镇暗斗了这么多年 如果我元昌只是在乎 一成一迟的得失 只想抓你们两个领导人的话 我也不用像今天这么辛苦 你说得没错 我的目的就是将你们整个 苏维埃地区的交通线 彻底地瓦解 我真的想知道 你的这种自信 从何而来 跟你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 总得长点记心吧 你别以为我对你们情况 就一无所知 几年前你那一招 借尸还魂之计 的确把我害得很惨 是 孟苏还好吧 跟你一起来广州了吧 他很好 元兄啊 你的情报工作 真是不同凡响 我还可以给你透个底 少则两个月 多则五个月 我一定会把你们 越东地区的地下交通线 一网打尽